牛腸創毒事件 牽涉到湯Sir的弟弟和阿熊 湯Sir由於腳傷未遇 所以上司命令湯Sir放大駕一個月 交由阿祖暫時處理 湯Sir因為關心阿熊 於是請求他的學生 方正山衝撲圈面 免止他再任歧途 疊至兩人的來往 竟然產生情數 在葉齊去英國讀書立行的時候 留下了堅仔的地址 通過阿山的協助 阿熊和杰仔終於可以重聚了 但是 世事的事往往很難令人預料的 杰仔的養父 將會以民謀加不大 而最後阿熊 發覺湯Sir派阿山來 是主要監視自己 於是使得阿熊精神上 再受到打擊了 阿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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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搞錯?現在幾點鐘? 我有點事 有點事就打電話回來 遲兩個多小時, 你是不是在工作? 我因為有些重要事 趕不住打電話 就是對不起 對不起, 對不起就行了嗎? 好, 部長找你聽電話 阿熊 阿熊 甚麼事? 我有點事跟你說 我有點事跟你說 我沒空 我的確有點事是瞞著你 不完全是為你好 為我好?我們也在湯Sir來算我 阿熊 湯Sir洪都是做社會工作的 我們純粹是幫你的 我很感謝你 你說我坐牢 還叫人帶傑仔走 這叫幫我 你誤會我了 你聽我的解釋好不好 還有甚麼好解釋 阿熊 你問我是不是你的好朋友 好 怎麼搞的?你走路都不戴眼 弄出一袋衣服 對不起, 小姐 你瞎的 阿熊 阿熊 你現在算怎麼樣 是不是我罵得你不對 現在打爛些東西來發脾氣 一塊飯, 還不收拾東西 用不著我來幫你收拾 你現在幹甚麼 你快點出來, 快點出去 快點出去, 快點走 我免得見到你 看甚麼, 還不走 阿熊 阿熊, 怎麼樣 湯Sir, 他走了 他不肯聽我解釋 你先坐下 坐吧, 坐下慢慢就說 現在他怎樣 阿熊 保齡球場的部長 辭去職了 你放心 我一定找回他 快點出去 我看得出, 他已經變了 你怎麼這麼難過去 阿熊 做這種事情 萬萬都會這樣 我沒怪到你 其實 一直以來你做得很好 只不過我們想不到的結果 會這樣 算了, 萬天我就來方言大家 這件事你交給我 以後你專心做關自己的工作 不行 我一定要找到他 替他解釋清楚 你喜歡了他 我一定找到他 你放心 我一定找到他 他被保齡球場解釋了 是 我跟他找另一份工作 但不知道他現在走到哪裡 你怕他飛去嗎 對了, 湯 這個月你是放大假的 現在就等於好像沒有放 你怎麼看的 你比我更清楚 如果你是關心一個人 那你一定清楚 那倒是 我不學得你這樣 這麼關心人 我們一個人管成這麼多釋酬 如果個個都要去關心他 去了解他的私生活 那就連教也沒有教訓 那不是每一個人都是這樣的 特別一點才是這樣的 怎麼特別一點 我約了他下星期一見面 你就快放大假 既然你覺得他這麼特別 你就去見他 以後你喜歡怎樣也好 不關我的事 對不起, 我約了人打牌 是呀, Terry 我今晚不回來吃飯 不用等我了 到現在就這樣 那不是辦法 不是這樣, 有甚麼辦法 他又不是他弟弟哥 他喜歡怎樣, 我怎麼管得他 Terry 有甚麼我可以幫你收 兩夫妻的事 第三者是不能幫得上忙的 別說這些事了, 算了 對了, 張偉雄他最近怎麼樣 很麻煩 我真的被他搞得沒教好睡 我真的被他搞得沒教好睡 我想要在你身邊 在那裡 在那裡的冷藏 和我 你身邊 去擁抱 你 在那裡 我會擁抱 你 在那裡 在那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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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原來她是湯Sir派來的 休息個月就怕我走路 真人渣 算了,不要再提他 對了,明天傑姐搭飛機走了 你不可以打算嗎? 其實這樣就更好 有人養大就算了 阿熊,不要想那麼多事 阿熊,記者是我的 是,那是你的,怎麼辦 明天都走了 不行,我不想帶她走 先生,不要玩了,在這裡吵了 不要玩了,我們現在坐飛機了 知不知道聽媽媽說的,是不是 先生,顧問,顧槍 好,大衛 剛下班趕著來 阿熊,老鼠拉圈沒手 你別吵了 你吃不吃煙? 阿熊,不吃煙,請給我一個槍口 阿熊,還是不錯,走吧 快點兒 盛風 謝謝… 老公,一路盛風 謝謝… 謝謝… 謝謝你們公公 傑仔 叔叔 傑仔 叔叔帶你走 阿熊,走 我們四處都找過了 差不多整個機場都找到不見他 他不會去那裡走開玩的 他不會的, 生生很乖 他一個人不敢出去玩的 那有沒有三本人在他身邊呢 沒有 他不見了之後, 又沒有勒索的電話 信件之類 也沒有 可能是飆心 你們有沒有仇家 我們一直都住在加拿大的 回來也不夠兩年 正所謂連朋友都不多 怎麼會有仇家呢 那最近有沒有三本人來過這裡 三本人 最近有個年輕人 經常來跟阿新生玩的 他說是阿新生的叔叔 是啊, 他時常來的 他還聽到我們說他回到加拿大 他還想抱阿新生走 你這個人怎麼樣 聽說他是一個色囚 他的名字叫做… 叫做張… 張偉雄 你懷疑他綁架 只是懷疑而已 我們也沒有足夠的證據 你可不可以說一些資料給我們聽 甚麼資料 你認為說得的資料你就說吧 他在做甚麼 他沒有做事 他沒有做事 那住在哪兒 怎麼回事呢? 一間藍芝公園 那電話和地址可以告訴我吧 湯Sir, 你一向都對他色囚很有信心 那現在又怎麼樣? 你只是懷疑, 未必跟他有關 我希望是這樣 如果你聽我聽我聽我聽 你會知道我聽我聽我聽 你可以聽你的聲音 一百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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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姑娘, 有人找你 好, 謝謝你, 你先帶他們唱著 好, 我們繼續 湯長, 有甚麼事? 現在記者不見了, 剛才懷疑是紅組 不會的, 我相信他不會這樣做 現在我們不管是不是他做得好 好, 我一定要找到紅組 在警方找到他之前, 我必定要找到他 為甚麼? 如果這件事真的是他做的 我希望能夠說服他, 把弟弟交給他 他就不用這麼煩 你知不知道他在哪兒? 如果你知道, 你不妨告訴我 我真的不知道, 為甚麼他這麼傻 極了 湯長, 你想辦法找他吧 極仔, 吃三文治吧 渴不渴, 先喝一口氣水吧 阿虹, 現在怎樣了? 現在怎樣了? 我一定要養大他 就算我只有一碗飯, 我也要分一碗給他吃 只有一碗鍾, 我也要分一碗給他 那我們現在去哪裡蹲就行了? 那就隨便去找一間公義住 有沒有搞錯, 現在傑仔不見了 他爸爸媽媽一定報警 現在警察盯著我們了 不如坐在我那裡蹲著吧 你這裡做牙煙 你這支湯長也認識你的 難道我們現在去睡街嗎? 那你有沒有朋友在新界或是離島 如果有的, 那就先躲避吧 新界離島? 好 走 是你, 貓仔, 怎麼這麼好來打我 是呀, 港伯, 我有些事想找你 我進來再談, 好嗎 這樣啊, 這位是你朋友嗎 是呀, 他是我老朋友, 阿熊 港伯, 這個是他的兒子, 傑仔 是呀, 那又來坐 謝謝, 港伯 進來, 坐吧, 貓仔 港伯, 我跟你去那邊聊兩句 好呀, 你先去那邊坐 好呀 蘇蘇呀, 我喜歡住這裡 好呀 他母親在澳門那裡過來想找東西做 嗯, 身邊不是帶很多錢的 打算省得過就省得了 也是呀 我想到, 港伯, 你一向都好人事 就想帶他來這裡住住 是呀, 這樣就不行 因為我的舌頭就回來了 哦, 如果他回來了, 我就另外想辦法 好呀, 總之我們不會弄你難做, 港伯 好呀, 這樣就不居住, 叫他先暫時住住 阿熊呀, 搞定了 貓仔, 第一間屋子好像沒甚麼 這裡是新裝修的 主人還在外國還沒回來 那些傢伙還沒買齊 港伯在這兒看屋嘛, 切好了 阿熊呀, 你們隨便在這兒住 不過小心點, 別打爛些東西 千萬不要給小朋友畫花那些牆 那你們隨便, 我有些事幹做 行了, 這樣吧 綁架? 現在只是懷疑而已, 並不能夠證實 而且, 我想不可以用綁架這個字眼 因為, 就算他真的抱了他弟弟回去 他的出發點只是想拿回他弟弟 我想他不會是勒索 綁, 現在你是他的輔導官 這件事你應該想辦法 做, 你以為現在應該怎麼做呢? 出手令抓他吧 我意思是不是說出手令抓他這麼簡單 我是想在警方找到他之前, 我們才找到他 他的罪名可能會減輕很多 其實這種人早就要抓他回去 好吧, 現在搞出事了 你才叫我想辦法 你怎麼可以這樣推卸責任呢? 我怎麼推卸責任呢? 這個責任是你的 但目前的責任應該是你的 阿熊有今天完全是你一個人造成的 你敢不敢否認? 阿熊一整個星期都沒有回來了 湯先生, 到底有甚麼事? 你方的是不是撞老闆? 不會的, 阿熊現在還敢犯事嗎? 現在我也說不定 這個阿熊這麼大的人都沒有生性的 別這麼怒吵, 現在還不知道甚麼事 湯先生, 怎麼這麼巧? 我是CID, 請問你張偉雄在哪兒呢? 他整個月沒有回來了, 究竟有甚麼事? 我們有一宗綁架案, 懷疑是他做的 想帶回警局協助我們調查 阿熊先生, 你看, 我先走了 綁架? 現在只是懷疑而已, 你肯定是他 不會的, 他不會這麼做的 對了, 你們幾位是他甚麼人? 我是他姐姐, 他是我先生 這位是壽伯, 他在這裡做了很久了 阿熊先生, 究竟你懷疑他綁架了誰呢? 是一個小孩, 他叫他生生, 有名是傑仔 可不可以讓我四爺搜一下? 去哪兒 對不起, 打擾了 阿Sir, 沒有了, 沒有了 如果有需要的話, 我希望你協助我調查 我們走 現在有一項特別報告 日前在機場發生一件小孩失蹤案件 警方現在急獄會 悟一名華籍男子張偉雄 年約二十三歲, 身高五尺八寸 短範, 任何市民若有該名男子消息 請盡速與警方聯絡 阿熊, 我們這樣不是辦法的 廣白早晚都會知道的 如果他知道, 一定會趕我們走 那時候我們連蹲也沒得蹲了 媽仔, 這就是我的事, 你不如先走 不行, 難道我見死不救嗎 再拖下去, 只會連累你了 那你就當我不是老朋友了 貓仔, 明天冒險一點就住房間了 有沒有搞錯, 現在出去租房間住 不知道是博拉 現在不顧得這麼多了 你知道現在房間多貴了 是呀, 又要上期, 又要按金 還拿到那一千塊錢 現在我們只有幾百塊錢, 怎麼做 這樣吧, 你常常去問我姊姊 我好想要來嗎 你去哪邊坐, 現在他在天下 我來啦 你去哪兒 你去哪兒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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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哪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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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兒 好, 走 碧姐 貓仔, 我剛才說當我找你 有沒有見過阿熊? 沒有, 我沒有見過他 沒有?那最近還沒見過? 沒有, 我最近還沒見過他 我今天來就是想找他 貓仔 十八 你知不知道阿熊去哪裡? 那你今天來找他有甚麼事? 他說答應借五百塊給我的 他沒有放下嗎?他叫我今天來拿 沒有 那糟了, 我有急用 對了, 碧姐, 你有沒有? 如果你有的, 借給我吧 我真的很急著等這五百塊來用 那兩天我可以給你了 碧姐, 現在你有的, 借給我吧 那好吧, 你在這兒等我一會兒 貓仔, 老老實實, 你真的這麼等錢用? 我… 是不是學人借貴你, 被人追你還錢? 是啊… 是嗎?我真的不是吧 你是不是借了水果當作評估的錢? 是啊, 十八, 你怎麼知道的? 貓仔, 我看你這麼做, 有點原因的 沒有, 十八, 沒甚麼原因而已 你怎麼知道的? 飛 我… 貓仔, 你別給他 貓仔, 你說出來了 你要這筆錢幹甚麼? 原來你是來借錢 究竟你和阿熊兩個搞甚麼? 貓仔, 你別這麼怒氣 你呀, 你這麼做就只會說阿熊 你別這麼怒氣, 我就跟他說 貓仔, 老老實實說 你借這筆錢幹甚麼? 我…我就還錢給阿平姑 平姑?我也疼, 她過了澳門 她怎麼喜歡你還錢? 對了, 貓仔, 你借這筆錢幹甚麼? 一定是阿熊叫你借的 如果阿熊叫你借, 你怕甚麼說? 阿熊現在怎麼樣?他怎麼樣? 真的是我借的, 不關阿熊的 如果是他, 我怕甚麼說? 碧姐, 你借給我吧 過兩天我就還給你 貓仔 我知道這件事一定跟阿熊有關 你老老實告訴我 說吧 阿財, 或者這件事真的不關… 別吵 如果你不說的話, 我馬上打電話給探長 說吧 這件事是這樣的 真是阿熊叫我來給你們借錢 那阿熊現在怎麼樣? 阿熊現在沒事, 他就跟傑仔在一起 那你還不帶阿財哥和阿財嫂去見阿熊? 現在不方便 為甚麼不方便? 現在真的不方便 碧姐, 你給我吧, 我很趕時間的 貓仔, 不如你帶我去見他吧 我要把小子交給別人 不要, 我都說他們倆很好 他們倆真的沒事 碧姐, 你快給我吧, 我真的很趕時間 貓仔, 除非你肯帶我們去見他 要不然的話, 我不會借錢給你的 有甚麼大件事 就帶他們去見一下他 好, 如果你不肯帶我們去 算了, 就把我們做事 好 甚麼?你去做事, 在這兒幹甚麼? 走開他吧 快點兒, 快點兒 晃快點兒 我不是把我們的貓仔抓不下 你怎麼看兒子 啊, 乾坦 那你不想看兒子 要不要再吧, 別再說 請問一聲, 貓仔有沒有開檔? 沒有, 沒開檔, 整個才來 那, 謝謝你 在哪兒可以找到他? 我也沒辦法 其實, 照到你傑仔應該是去的 應該?甚麼是應該? 當年傑仔的媽媽是不想要這個小孩的 後來他勸服了, 才有傑仔 在人情上… 甚麼人情? 在法律上他絕對沒有資格來養傑仔 法律也是人定出來的 你做事這麼沒有原則 任何人都說人情, 還用甚麼法律 算了, 先生 現在我們無謂為這個問題爭論 也不需要怪任何人 現在最重要的就是 你是不是想辦法找回一個河 我先送你去青年中心 拿回一個河, 找我回去 甚麼事呀, 私人 走 阿龍仔, 你說阿洪在哪兒? 我怎麼說, 真不知道 你叫我怎麼說 如果你說得出來 可以減輕阿洪的罪, 你就沒事了 我真是不知道你叫我怎麼說的 貓仔, 你和阿熊這麼好朋友 你怎麼不知道他在哪兒呢 我不知道就不知道 我好聲好氣問你, 你也不說 你是不是想我拔掉貓仔又不說 你叫我拔掉我的耳朵 我也不知道你叫我怎麼說 你真是不說 貓仔, 浪費氣了 收拾兩隻你享受吧, 多說就無謂 貓仔, 聽到了 阿Sir, 你要我說多少十次 你才相信我, 我不知道才行 那你要我問多少百次 你才肯說 走, 我幹甚麼, 阿Sir 你帶我去哪兒, 誰帶你去哪兒 阿Sir說放你 真的嗎?那謝謝阿Sir 謝謝 阿熊, 帶個手足 跟著這個顧客人 顧客, 你跟我來 阿翁, 我看湯Sir那裡有線索 不帶手都不要著的, 小心點 阿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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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要甚麼呢? 請給我奶茶 好… 怎麼樣?有沒有紅的消息? 這次約你出來, 就是想叫你幫我帶點東西給我紅 帶點東西給她 小姐奶茶 謝謝 謝謝 這裡有五塊東西, 我想你給我拿去給她 因為那些警察監視人看著我, 我不能生氣 為甚麼你會找我? 不然你找誰?我找湯Sir 你放心, 我一定能做到 請問張偉雄先生在這裡 阿熊, 有人找你 你不知道在這裡嗎? 是貓仔告訴我 貓仔告訴你 是貓仔告訴你 是? 是, 他叫我帶你去哪裡? 我帶點東西給你 進來坐 姐姐 是貓仔 這貓仔怎麼不來? 他被警方跟得很緊, 所以不方便你 這裡有五百元, 是我托個交給你的 還有這些衣服, 是我買給你和貓仔 謝謝你 謝謝你 我有話想跟你說 如果你要我把貓仔給別人, 那就無謂說 是關於我和湯Sir的事, 我想解釋清楚 還有甚麼好解釋? 湯Sir放假的時候, 是叫我多點來照顧你的 我知道, 你對他的成見很大 是 我承認, 他敢作為過分一點 不過, 他的出發點是為你好 這些我已經聽過很多次, 希望你不要再說 我知道你未必在乎我 因為你心中只有貓仔 但是你知不知道, 你做這件事是犯法的 你今天來就是告訴我這些事嗎? 阿熊, 你聽我勸吧 你把貓仔送給別人 要不然你又要坐牢了 如果我是怕的, 當初就不會這樣做 你不在乎, 難道你不顧貓仔的前途嗎? 你這麼下跌, 就會害了他 請你馬上離開這裡 我不想見到你 你走呀 你走呀 你聽不聽到?我叫你馬上走呀 小叔 小叔 小叔, 你怎麼知道我去哪兒呢? 進來吧 小叔 清三 湯Sir 什麼事呀? 什麼呀? 沒事?我好像沒壞心事似的 不是,對了,甚麼事? 沒有,我上來通知你 本來明天我答應了你們這個中心 有一個座談會講息酬的問題 不過這幾天我很沒空 所以我另外和你約過一個輔導官 本來我可以打電話來通知你的 不過我剛剛在下面經過 順便上來告訴你,希望你不要介意 沒所謂,一樣的 怎麼樣?有沒有紅消息? 沒有 真的沒有? 湯Sir,我有事要出去,對不起 甚麼事? 工作上很麻煩嗎? 不是 不是,那甚麼事這麼急? 我… 是不是有關阿紅的事? 不是 是 阿山,你知不知道現在形勢多壞 警方可能會正式通緝她 如果你知道她的下落,你一定會告訴我 嗯… 我…我真的不知道 如果你再不告訴我 警方一採取行動的時候 她就會變成一個通緝犯 你想想,她帶著小孩子 警方到時候可能會把她的相片 在報紙上還在電視上登出來 那時候你不是很麻煩嗎 香港的地方這麼小,根本會沒有地方躲 這一點你應該明白 嗯… 湯Sir 三,如果我們不是盡快找到她 搶先處理這個問題 把她的小孩子交給人 後果真是不堪設想 簡直會影響到她倆人的前途 甚至她倆人的生命 三,你應該知道 警方對待一個通緝犯是怎樣的 你真是忍心見阿洪拖著小孩子 去過一種流亡的生活 三,你想不清楚 她們的生活將會是怎樣的 但是…我…我真的勸不到她 我真的沒辦法 你勸過她? 我馬上說你見過她 那她在哪裡? 在哪裡啊? 她在哪裡啊? 你知道她在哪裡嗎? 為甚麼你不肯說她聽? 我… 沙,如果你不說她聽 你只會害了她 你說,在哪裡? 你說,她在哪裡啊? 她在哪裡啊? 寶寶 說我才有事 她在哪裡啊? 她在誰啊? 她在哪裡啊? 放手,放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杰仔有多少人喜歡的 難怪你這麼疼他 不僅是杰仔, 還有你 你知道我在想甚麼嗎 甚麼 我希望時間可以突然停了 那我們三個人 就可以永遠在一起 你怎麼搞的?你怎麼開車呢? 這樣開車你真的不行嗎? 你怎麼搞的?你怎麼搞的? 找到你大樓把你小朋友出 對不起, 我不找時間了 你現在馬上打電話給我, Sir 好, 我先看他 好 我把錢給你 賠錢給你, 賠錢給你 我賠錢三個錢給你, 行嗎? 好, 那就算你會搞的 我們將來開車小心點, 老朋友 阿Sir, 你怎麼說 你怎麼看見紅, 我立即帶我幫你小朋友 你怎麼看見紅, 我立即帶我幫你小朋友 你怎麼看見紅, 我立即帶我幫你小朋友 我幫你小朋友 你怎麼說 我把錢給我小朋友 你怎麼說 你把錢給我小朋友 你還我地址給湯上姐 野仔 你怎麼看見紅, 我才對你不尊 蝶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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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蝶仔, 別跑了 蝶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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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長想將蝶食之於白 所看 蝶仔 蝶十genes inação 蝶仔 牠將來可以再怎麼樣 蝶仔帶著蝶仔 踢上蝶子 牠現在的心情感覺到 蝶蝶且彷彿四周倒 天地須大何處流 各位觀眾 如果你們是關心蝶的 請在下星期三同樣時間 繼續收看危險人物第八集的播出 就算有幾多寬落到底都化成空 環境似邊歌作弄 誰會榮辱與共 成就與失敗 也未為眾 環境似邊歌作弄 誰會榮辱與共 何日了生緣衝出流動